Hello,大家好,我是柯柯老师 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韩语中的晚安到底应该怎么说 首先的第一个,这个叫做 来,分析一下 首先这个菜它是好好的 它会出现在很多短语里面 大家应该会听到过 比如说,就是好走 那再见的意思 或者是,我会好好吃的 我会好好享用的 对,所以它是一个副词 一般用在动词前面 那吵,它就是睡觉的意思 所以就是让你好好睡 吵一招哟,晚安 那这个是一个静语的形式 但凡最后一个字是U的话 我们都得知道它是静语的形式 怎么把它变成平语呢 把U去掉 我们直接说吵一招 就是晚安,平语的形式 男女朋友之间就不需要再用静语了 就可以直接说吵一招,晚安 好,第二个 这个就是一个高阶的一个静语形式 叫做 它应该就是差不多的一个意思 它对应的是两个中文字 是不是听起来也非常像 好,那吵一招哟呢 它呢也是一个静语形式的一个睡觉 所以这种您安宁的睡觉吧 就代表呢,晚安的一个意思 一般呢,这一个短语是跟长辈使用 你好,吵一招哟哦 对,这样的一个意思 好,上一个 这个叫做 好,一招哟,它能是早点的意思啊 好,睡的,它能是休息的意思 所以呢 就你早点休息啊 早点睡啊 下一个 这个叫做 从工个 从工个 做它是好的 那从它呢是表示好的什么什么东西 比如说 从男着 好男人 从女着 好女人 从工 工它呢是梦的名词形式 对 梦 好好的梦 梦 然后功能它是一个为词 动词 就指梦到这样的一个意思啊 做一个好梦 那么我们翻译过来的话呢 就是做个好梦 从工个 好 这个呢 最后一个啊 它是来自于一个外来词 它的翻译呢 读走 就是good night 它的一个外来形式 对 所以同学们这个都学会了没有 那跟老师们把这几个短语再来过一遍 第一个 才加油 才加油 来表示晚安 下一个 안녕히 주무세요 안녕히 주무세요 다음文은 일찍 쉬어요 일찍 쉬어요 早点休息 下一个 좋은功고 좋은功고 네 最后一个 good night good night OK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课程内容 大家都喜欢了没有 자 그럼我们今天的课程内容 拜拜 拜拜 拜拜